941,這次的業績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作為內地方面每年盈利過千億的企業 其實相對來說會比較穩定 再加上盈利方面 這次的擴展最主要是來自Abu 每月付費用戶 開始有個回升,按年增長3.8% 這跟5G客的上客量,我覺得都會有一個比較直接的關係 因為之前4G一路就要減價提速 但暫時5G我們方面就沒有這個方向 所以都令到Abu方面跌了很多年之後,開始有回升 這件事我覺得若果持續是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對未來的一個收益上的貢獻 其實都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當然剛才Fish也提及了 現時來說,顏色真的挺吸引的 現在來說,其實也有六厘半以上 所以我覺得若果作為一個防守性的投資 或者希望進取一些就是接下來5G方面的使用量開始有提升 因為現時來說都是在做一些打機看片 未曾正式用到最核心5G方面的一些功能 例如無人駕駛車、物聯網等類型 所以若果去到一些真正用到5G實行的狀況的話 其實他們的Abu會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若果想吸引的話,去到昨天的收市位附近 50.5元附近這位置 我覺得可以趁低去做這個吸納 而上面第一個目標位是55元 第二個目標位是57元 但若果跌穿近期低位47元 應該要先做指示部署